人質疑志者怪談大家來說 歡迎收看來自新星的四隻星際怪談 好,根據內政部統計 台灣每一年司座人口大約在3萬人左右 但是有90%的人會被找回來 那剩下10%呢?恐怖了 今天我們這個怪談的坐標所在哪裡呢? 所在失蹤起暗 馬上有請愛把人亂七八糟切的怪談聚聚歌 真奇怪 真奇怪 新星際怪談給你每次慢慢的喜歡 I want to play again 吃黯然銷魂飯會流淚是因為洋蔥 吃靈異辣腸飯會哭哭則是和一起密案有關 孝子開設臉書帳號 尋找失蹤的父母親 其實是一場假面戲 骨子裡早就想把雙親做成燒辣飯 電影人魔的劇情都是真的 義大利黑幫內鬥 輸的人要活生生餵豬吃 Oh my god 好險我不是張艾洋 不然就GG了 我只看兩字 燒辣還是叉燒 叉燒飯 你剛剛講什麼 叉燒飯 又被我抓到了 好的 首先坐標到哪裡呢 到了香港 香港有個母子殺害父母親之後 做成了叉燒飯 哎呀 麻哥這個太殘忍了吧 這是去年3月15號 去年啊 對就去年3月15號 在香港的大腳嘴 發現了三個大的塑膠 塑膠箱 就一打開 裡面是肉 就是肉 脆肉 然後一去化驗 哎呦 而且不但是人肉 而且是兩個不同的人肉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去查 這非常裡面叫大腳嘴脆絲案 好 我們先把持續往前 3月1號 有一個男子27歲 叫張凱亮 這個張凱亮 當他父母家小亮嘛 那張凱亮給他父母說 我在租了一個大廈 當房屋 你們要不要來幫我看一看 他父母就說好 帶他跟他去租屋地方看了 一進去裡面有一個他朋友 叫阿琪 他說這是阿琪我朋友 他不然沒意義就進去雷關 他父母在那邊看的時候 張凱亮拿出一把刀來 對著他爸爸後面割喉 啊 阿琪就拿出一把包了 對著他媽媽割喉 好 殺了父母之後呢 第一件事 他去報警 說我爸媽去中國大陸旅遊 失蹤掉了 不見人意了 警方就轉來調查 就調查 就問他大哥說 大哥說奇怪了 我爸媽旅遊 所有的心理都沒打包 所有他們平常出去會帶的東西 都沒帶 不像旅遊啊 警察就有點懷疑了 有疑點了 有疑點了 第二個呢 這個還 張凱亮就用孝子 他在網路上弄了一個 協尋父母專門網頁 有知道我父母消息 到這邊來告訴我一下 他笑著 好 弄了半個月之後 他3月15號 在APP上面聊天的時候 突然之間 都是良心不安 還有基層失察 突然 大家說 我殺了我父母 這一下 警察就來去找他了 一找他 就到他住屋的地方 一看 嚇一大跳 果然他殺了父母 但是呢 只剩下兩個頭 六個手指頭 一個右腿跟一個左腿 其他都處理掉了 就問他說 你怎麼處理掉的 他就說 我本來是想把他們弄水泥塊 包裝在水泥塊裡面 後來為什麼放棄 他試做了一個 太重了 根本抬不動 翻不動 那阿奇就跟他說 我們先把骨肉分離 那他們怎麼做 在這邊不能詳細講 那骨肉分離之後呢 他就說 這個骨頭好處理 肉怎麼處理呢 我們做叉燒飯好不好 把父母的做成 人肉叉燒飯去賣 後來那個 這個 這個兒子就 這個小亮說 做人肉叉燒飯太麻煩了 我們家做了象徵 人家一吃就吃出來 不是叉燒了 那個 阿奇就另外一招說 我們還做叉燒飯 但是呢 我們弄一點點飯 然後把它上面 看起來像吃不完 丟掉了便當 我們就一個便當一個便當丟 慢慢就把肉丟光了 所以還是要做叉燒飯 你知道嗎 所以這隊人到最後 他們居然把一些沒弄完的脆肉 就放在塑膠盒裡面 就丟到街上去 就被人家發現了 是 為什麼我剛才特別講 他們在處理這個整個過程 我不能在這邊講 你知道為什麼 後來這個案子開庭審問 在房間就問他說 你是到底怎麼處理屍體的 他講得很詳細 我跟阿奇兩個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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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 講了第一天 七個陪審團 三男四女 一個女陪審團說 我受不了 我聽不下去了 太恐了 回家做噩夢 我寢遲 不做陪審團了 第二天繼續講 一個男陪審團 我也不看聽不下去了 聽不下去了 太恐了 太噁心了 香港史上第一次連續兩個陪審團 不幹 那總共七個嘛 剩五個對不對 那本來要補兩個 法官就說 補兩個呢 我看將來還會有人辭職 我們補四個 直接補四個 直接補四個 九個 我預期再辭職兩個 還可以忍受 補了九個 香港第一次陪審團九個人 然後第三天一聽更恐 法官就說了 我先下一道命令 你們九個陪審團 聽完這一次之後 終身不必再當陪審員 很可愛 因為怕你心裡面留下太深刻的傷害 會障礙 會障礙 你就知道他們整個內容 內容 他殺他父母 怎麼樣分解 怎麼樣分屍 怎麼煮 怎麼煮 怎麼弄出來 我跟你講啊 他們房間裡面 弄了冰箱 放在冰箱裡面 他還怕味道弄出去 開冷氣 開冷氣之後又怕冷氣 把味道弄出去 所有的窗戶那個縫 門縫 全部封死 不讓一點味道傳出去 這就是 你看看起來 還 還 不像一個殺人母 這怎麼會把他父母給殺掉了 好 這個是最後警方到他租房子的時候 把冰箱也查扣了 然後 這部裡面 是兩個他父母的人頭在裡面 對 所以這個案子 就是 在香港轟動 轟動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 手段太兇殘了 也是對自己父母 第二 創下香港司法史上 陪審員 不夠 辭職 五人 終身不必陪審的 第一個案例 所以你看這個港澳地區 不是叉燒飯 就是叉燒包 我跟你講你以為就是這樣 接下來厲害了 接下來這個是什麼 蠟腸飯 蠟腸飯太奇怪了 是 講到蠟腸飯 必須要先講 九龍城寨 這個地方看起來就陰森詭異 九龍城寨是這樣 九龍城寨呢 在1842年呢 香港成為殖民地以後 這個地方呢 有爭議 那個英國人說這是我的 那清朝說那是我的 那總之呢 為了這個地方呢 有很多紛爭糾葛 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呢 那國民黨不是就來台灣了嗎 那所以當然管不著嘛 那共產黨呢 也不想碰 覺得說哎呀 這個會牽扯到國際糾紛 英國人也不想碰 那免得跟大陸也有紛爭 所以變成三不管地帶了 三不管地帶以後 就變成犯罪的天堂 黑道啦 販毒的啦 龍蛇雜褲 龍蛇雜褲 就是罪惡的冤手就對了 那在那個80年代的時候呢 發生過一件詭異的事情 這個連續幾個禮拜呢 就傳來惡臭 當地人對惡臭其實也習慣 吸為常 因為那附近有這個 很多這種魚蛋的工廠 那個當時他們都用死魚 用死魚在做魚肝啦 魚蛋 所以聞到臭味也習以為常 可是這個惡臭呢 太惡了 太臭 太臭 那個時代的時候你要讓人家忽略都很難 對 那連續幾個禮拜 超臭 然後後來就爆折 就兩個警員 就到處聞聞聞 鎖定某一棟的四樓 嫌疑最大 太臭 兩個警員呢 就上去了 臭的全員 一到那個四樓的那個門口 那個惡臭的 臭的奇臉 還沒進去喔 那個菜鳥警員就開始吐了 唉唷還臭 就吐吐吐吐 然後敲門 敲半天門沒人要硬 那正在想辦法的時候呢 怪了 本來不是惡臭嗎 這個時候突然傳來 陣陣的飯香味 唉唷 而且很明顯的還有那種 那個臘腸的味道 臘腸蒸飯 好的味道 想說一定要一探究竟 敲門 啪啪啪啪啪 繼續敲 終於有人硬門了 唉 是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 喔 那警員覺得很怪啊 就進去看 問這個小女孩說 你們家有沒有大人啊 小女孩說 我媽媽身體不舒服 進房間去休息了 嗯 那警員說你媽媽 進房間去休息 那你們家湊成這樣 你們還握得 握得下去 然後打開放門一看 哪有什麼媽媽 看到的是什麼呢 看到的是什麼呢 一灘濕水 那你們家湊成這樣 你們還握得 握得下去 然後打開放門一看 哪有什麼媽媽 看到的是什麼呢 一灘濕水 媽媽是在那邊有說 媽媽 屍體都已經發黑腐爛 而且那個爛的部位喔 你知道我們爛爛爛爛爛 可是那個部位有的感覺 是用刮的 是用什麼器具 刮刮刮 那都已經 已經見到骨頭了 陶肉 好奇怪耶 轉身再進廚房 真的就看到 蠟腸蒸飯 還在鍋子上面 蒸 是 你拿出這個照片 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心情 因為 就是蠟腸蒸飯 然後 問這個女孩 屋裡面呢 除了剛剛來開門的那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小女孩 兩個 就是姐妹的意思 問姐妹說 怎麼回事啊 怎麼還在蒸飯 那個女孩的回答更詭異了 媽媽 那個煮給我們我們吃的 叫我們吃完呢 去學校上課 媽媽 媽媽不是變一灘濕水嗎 媽媽是誰 那這個事情呢 轟動一時 大家想說 會不會是家裡面 有大人幫他們煮 問題是有哪個大人 有辦法在那個 湊成那樣的地方 煮飯 煮飯 或者是如果大人 窩在那邊的話 那大人怎麼可能 不去處理這個屍體的東西呢 為什麼報警 怎麼可能任由他 繼續這個 阜難下去 所以變成懸案 這兩個女孩呢 後來被送到這個 慈善單位 這個九龍 曾在發生這個事件的地點呢 後來呢 也輾轉有人住過 通通都發生靈異的現象 是 半夜門自己開啦 那後來有一對這個牧師夫婦 那牧師啊 有宗教信仰啊 想說去住應該OK吧 也沒有 那半夜的時候呢 那牧師一開始不曉得 這裡曾經發生過這麼 恐怖的人的事情 半夜 欸 奇怪 誰在做飯啊 還聞到蠟腸蒸飯的味道 然後去廚房看 沒有啊 廚房空空的啊 那怎麼一直還會傳來蠟腸蒸飯 那起人疑到我是說 剛剛講說 家裡面媽媽已經過世了 蠟腸蒸飯誰做的 蠟腸又哪裡來的 對啊 陳菜 小女孩去哪裡搞蠟腸 陳菜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大人 在對照媽媽腐爛的那個樣子 那個肉很表情被刮 那誰去刨這個肉 會不會是這兩個小女孩 對 可是這麼小怎麼可能 對 所以無數的謎團 無數個問號 無數個疑點 一直到至今呢 大家都還是在 所以還沒破案 沒有 完全沒辦法破案 哇塞 這懸案 無從去查證起 這麼恐怖的事情 那現在如果想去參觀的話呢 已經不虎了 不用 沒有要想參觀 因為實在是太陰森太詭異 1993年的時候呢 那個香港政府就把它拆掉 那1995年的時候呢 就原址呢 蓋了一個美輪美奮呢 綠意盎然的公園呢 喔 所以現在去呢 應該也聞不到 蠟腸正飯 可以啦 因為附近搞不好還有電 對啊 可怕 要把那個地基曬一曬 好了 我們都看到電影人魔 人魔裡面有一個很恐怖的 就是豬吃人 把一些豬 餓到一個極限以後 然後把人吃掉 其實 真實生活中 有人這樣做 就是 Mafia 黑手黨 對 其實陈摩的 就是 陳摩剛的第二集 就是 漢尼拔這個角色喔 它有著名的經典的畫面 就是 漢尼拔將一個戀童癖 先毀容了 再讓他死去癱瘓 然後丟到豬圈當中 讓豬活活把它給吃死 因為那個戀童癖其實要找漢尼拔保護 對 他先大一步把它給吃光了 那我們就認為這可能只是電影的情節 沒有想到 全球各地都有豬吃人的相關的新聞 好比在義大利的南邊 著名的就是黑幫 黑手黨 首先是這一個 這一位 黑手黨的分子叫做多明尼哥 他被兩個幫派在互相搶地盤啊 增鋒啊 先被殺死了 那老大被殺死 下面羅羅當然要復仇 所以就開始復仇 把對方的 這一個 這一位是對方的 頭頭 他叫做拉扣斯塔 把他抓起來 綁架了 人間消失 欸 你警方都覺得奇怪 感覺上 你死了都應該碰到屍體 會挖到屍體啊 他的屍體找不到 他們只好竊聽他的黨語 就是原本復仇的那個黨語 是 就竊聽到其中的一個黨語羅羅 他的對話 相關的對話是這麼說的 他說啊 先把這個老大用鏟子打得渾身是血 讓他血淋淋的 有腥味嘛 然後把他丟到豬圈當中 他在求饒讓我們聽得都很爽 並且沒有想到豬的胃口還真好呢 居然把他吃得連白骨都不剩 所以警方找不到屍體 因此也只能藉由這個電話來判這些黑幫的罪 不是義大利的豬有這麼餓啊 不只是義大利喔 其實在世界各地都有相關的新聞 在美國 美國有個69歲的老農夫 他養的豬都很會養 哇 豬都一隻比一隻胖 當他去早上去餵完豬 幾個小時之後 家人覺得他怎麼沒有回來 去農舍去找他 去牧場去找他 騙找找不到 找到他的假牙 再把豬剝開 待會再告訴大家為什麼要把豬剝開 再仔細找 開始有他的大腿骨 跟骨骸 跟他的破臼 亂七八八都被咬壞的衣服 連檢察官都來驗試說 他們確定是豬把它給吃掉了 判斷 不知道會不會是刑事案件 只能判斷 也許是這個老農夫心臟病發了 昏了 心肌痕 豬就把它給吃掉 那豬為什麼會因為 剛才說是這麼餓嗎 這個老農夫非常會養豬 他的豬有好幾頭都超過了七百磅 七百磅是三百一十八公斤 他們也有在比豬 所以可能簡單的撞擊他 做他 他的骨頭都斷掉了 所以可能又聞到了血腥味 那這是西方 印度也有 印度 印度有一個三歲的小孩子 小朋友啊 拿著麵餅啊 到處去玩啊 印度大家可能知道嘛 可能動物都在身旁啊 牛啊 豬啊都在身旁 他只是這樣招一招 招一招 我們都猜可能是豬想要吃那個麵皮 可是他這個時候在鬧的時候 豬來攻擊他的時候 他的家人正在臥房裡面 在家裡的客廳還在吃飯 都不知道他的孩子正在被攻擊 哦吃得好開心 只要他媽媽覺得 為什麼小孩子沒有在我的身邊好久了 欸 外面那隻豬咀嚼什麼東西 咀嚼了好久哦 跑出去看 就看到血 一片模糊的血肉 還拋過了麵皮的手 沒有被吃完的手 所以那個時候 連檢察官警幫來判 這怎麼判呢 就只好判這個養豬的人家 過時殺人 是 這是在印度的部分 大陸也有 大陸的苗林省 73歲的農夫也是一樣 去餵豬 然後可能覺得是豬圈的環境太差缺養 所以他昏倒在裡面 也是被豬吃光了 那這個畫面有點不遠跟噁心的部分 但是原因是這個老農夫其實在生前養的這一隻五年的母豬 其實對他照顧有加 一般來說我查過資料 大部分我們現在吃進的豬肉 大部分都不會超過一年 都是吃嫩的豬肉 那養了五年或多會小都有感情 老母豬哦 對但是現場看到的警方查到的是 老農夫被肢解了 有一隻他養了五年的母豬在吃它 有八隻小魚在共同吃它 所以豬是雜食的動物 不是這樣子很可怕耶 因為我當兵的時候我養過豬 豬原來是這麼危險 所以我想可能是很多的情況 比如說太久沒有飼養 比如說我們人身上有一些傷口 有一些血腥味 可是最令人不舒服的 請觀眾朋友我們滲入的是 我們接下來還有影片 太好了 各位 這影片播出之後 你們就知道當初我當兵是冒著生命危險的 好不好請看 看到的是一個 可能是土香的菁人 豬正在吃 趴下的土香的菁人的左大腿 拍攝的人不忍心 拍完之後 看就把豬給殺了 所以這可能是我們難得看到 令人非常不舒服的豬吃油的話 畢竟豬還是動物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的豬就是比較peace一點 因為他們都吃飼料 那這裡只怪人類吃太多豬了 啊 你這個有道理喔 豬會反吃 哇 我現在要吃素還是怎樣 好不好 好 今天講一個樓梯間 這很奇怪齁 在這個很多的例子裡面來講 這個當那個溫度異常冰冷的時候呢 這個區域就比較有一些怪事情要發生 對 那這個是講這個在牆壁裡面 對 有什麼怪物 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這是我朋友的高中同學發生的事情 他就說他們那個時候國中聯考完嘛 然後他們就考上台北的學校 所以就上台北了 然後呢 他同學又是南部人 所以他就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個頂樓加蓋的套房 可是他就說呢 他們那一棟樓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呢 就是每次喔 他同學就說他高一來上課的那一整年呢 每次經過三樓都會覺得特別涼 有一種莫名的涼 然後呢 那個涼的感覺呢 就很像比如說 有一個很冰的手在你後頭這樣摸來摸去 摸來摸去的感覺 就比如說你經過然後他在後頭摸 你就覺得欸 怎麼特別涼 可是呢他研究了老半天他們那個三樓 他每天都要走嘛 上下都要走 他說也沒什麼特別啊 也有人在住 唯一特別的地方就是三樓有一個燈籠 那個燈籠很像我們這種燈籠 就是中國式的燈籠 後來高二呢 他這個同學叫阿強嘛 就交了女朋友 就常常帶女朋友回去 然後有一天要送女朋友回家 不就要下樓嗎 從六樓經過三樓的時候 他女友突然尖叫 然後就抱住他 他就說幹嘛 什麼事 他說你有沒有覺得那個燈籠 他女友就說欸你有沒有覺得那個燈籠很恐怖 然後阿強就在笑他就說不要想那麼多 就是見鬼的自己嚇自己 然後講的時候阿強剛好抬頭就看到那個燈籠 他自己都愣了 他說他在那個燈籠後面 因為燈籠不是有影子嗎 他說他在那個牆上的影子看了一張臉 然後那個臉是很清楚的輪廓 而且是在笑 然後他自己就嚇到他自己就抖嘛 然後他女友還說你還笑我咧 你自己怕成這樣你有沒有那麼誇張 然後他就跟他女友說你看 那個燈籠後面是不是有個臉 然後他女友就說你不要叫我看我不敢看 算了算了就回家了 然後回家了之後他不是說他女友回家嗎 那他自己不是還要爬六樓回家嗎 他在一樓的時候就在想說 靠剛剛那個燈籠也太可怕了吧 然後他就想說不然這樣好了 都不要看 我就頭低低的看著樓梯一路爬回家好了 不要看 他就在看著樓梯這樣一路爬... 爬到快要三樓的時候突然又覺得說 還是看一下 對啊會不會是我剛剛看錯了 人都這樣 是還要住住多久這樣 千萬不要這樣 然後他到了三樓正準備要看那個燈籠的時候 因為他只有看地板那個樓梯嘛 突然看到一雙男人的腳 然後他就想說怎麼有人在這兒 他就想說不然看看是誰好了 然後一抬頭看 不看還好一看他嚇壞了 他看著那個腳嘛 一抬頭看到那個人 那個人突然消失 像一團煙一樣 我以為他看著頭是一個燈籠 然後他二話不說就衝回家裡 門關起來 然後就一直跟自己說 騙人的騙人的 啊我太累了 我看書太累了 沒這回事 對對對 睡覺睡覺明天要上課 他就睡了 但他整晚都睡不好 他就一直做夢 一直做夢 夢夢醒醒 夢夢醒醒 他就想說到底在做夢還是真實 但是他說有一件事他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他在睡覺當中 他很明顯的感覺 他被一個人賞了兩巴掌 這很明顯的兩巴掌 他就驚醒了 然後立馬打開燈 然後立馬跑去看鏡子 妙的是他臉上有兩個巴掌 然後他就想說 欸 那就真的有這件事嗎 就是不是做夢這樣子 他就覺得也太奇怪了 然後剛好他們那棟樓要重建 在搬家的時候 就那些重建 重建的時候發現呢 因為整個樓不是要打掉嗎 發現三樓的牆壁裡面 有一具窟窿 有跟著哭乳頭啦 哭乳頭 整塊的人骨 整距的人骨 然後所有人都非常驚慌嘛 然後警察就來查 就發現說原來是有一個民工 然後那個民工當初 其實是來蓋這個房子的 但是民工跟民工之間有衝突嘛 反正這個人不小心就被殺了 那其他人不想被發現 就把他埋在這棟樓裡面 然後後來整棟的樓 整棟樓的人居在那裡討論 因為他們要被問筆錄嘛 大家才在討論 就說欸你們也這樣覺得嗎 每次經過三樓的時候特別冷 才發現其實每一個人都有遇到 而且是不同的事情 當一個地方瞬間那個溫度下降 真的 或者常態性的 怪怪的 跟外面溫度差別很大 我覺得這都是 有問題 很恐怖的 接下來我們還有什麼驚悚的 失蹤收納法呢 馬上有請怪談 曲曲歌 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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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奇怪的給你每次滿滿的奇怪 I want to play again 路邊的椰花不要抬 最好連路邊紙盒子也別碰 少見著阿姨好奇打開電視機紙箱 衝刺開啟了一輩子的衰韻 男人多情 女人倒楣 A女被殺 B女被關 C女被犯殺 簡直就是上演 世間情 好奇寶寶準備好了沒有 一起來聽故事啦 七次 不要 七次 好好笑喔 好 事情又回到了香港 香港十大奇案之一 跑馬地紙盒藏屍 到現在還有很多令人 無法解釋的事情還沒解開 這個跑馬地紙盒藏屍案 被稱為香港十大奇案對不對 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大迷案 迷案 各位觀眾 今天你來做這個審判員 你覺得歐陽秉強是不是兇手 三個來賓跟小康 你們也來判斷一下 這個是跑馬地 跑馬地在一個獸醫院的門口 一天早上發現了一個紙箱 這個紙箱上面有mark 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大電氣廠商的 結果有一個女清潔工就在那邊罵 怎麼有人把這個紙箱亂丟呢 這個女排冷氣很有名 很有名 說這個紙箱怎麼亂丟呢 那這女清潔工就要去移著紙箱 一移 移不動 太重了 太重了 但是這個紙箱封的 秘密 完完整的秘密 紮實的 是 結果 打開一腳一看 不得了 裡面一個女人 好 第一個恐怖的地方來了 為什麼要殺這個女人 放在紙箱裡面 好 現在這個女人一拿出來 所有人都灑了一個眼 第一個 她的臉是完好無缺的 四肢身體都完好無缺的 雙乳房不在 雙乳房被割掉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陰毛被燒掉 就這兩個 但第三個 處女國完整 完全沒有被侵犯過 這太詭異了吧 這第一個夠詭異了 那警方就把這個 因為面容非常完整就貼出來 第二天 這女的姐夫就來了 她說我小姨子 一查 撒住了 十六歲的女中學生 才十六歲 而且 是有名的乖乖女 生活背景非常非常單純 警方想這麼單純 一下就破案了吧 過濾了 她所有認識的八百個人 完全沒有任何的這個 線索 線索 結果呢 在現場的一個警官 她就到旁邊一個雪糕店 她說我接電話 那雪糕店那個電腦就說 往裡面走 她就往裡面走 一打電話一看 她怎麼這麼多紙箱 雪糕店後面都是紙箱 奇怪的紙箱 她就覺得很奇怪 她出來就問那個 店長 不是問那些女學生的 學生們 是 這個受害者 其實不然吃雪糕 很愛吃雪糕 藏到那家去吃雪糕 好 他們就鎖定了這家 結果在這個女的身上 找到276根纖維 276根纖維 然後找到一些 屑屑在她 她藏髮 沾了一些屑屑 結果呢 他們就開始到這個店長 叫歐陽比強 26歲 到家裡面 把她所有的衣服 通常弄起來 比對 一個比對一個纖維 Bingo 中了 有兩根纖維是她西裝的 276根纖維裡面 有兩根纖維 是歐陽比強西裝上的 中不中 中了 然後到店裡面去搜 她的頭髮裡面有 兩片很小的 電線的屑屑 跟一個紙片 是她店裡面的東西 第二個又Bingo了 第三個 她那天回家的時候 她老婆 懷了孕 要生女兒 懷女兒 她女兒張金鳳跟她說 欸 你們店旁邊發生很大的凶殺案 是不是啊 這凶案是個女的啊 她老婆跟她說 搞不好是你幹的啊 就在你們店旁邊啊 當時我幹的 我的手法是很凶狠 跟老婆這樣講 好 有這幾個證據之後 就把她抓起來 似乎鐵證如山 但警方也知道 證據很薄弱對不對 對啊 警方就做了幾件事情 她還沒抓她的時候 半夜 找一個 那個 年輕的女生 打電話給她 歐陽冰牆 還我命來 你為什麼要這樣殺我 還我武皇來 讓我完整的到陰間去 我就不交理了 然後 她一拿家外面 用個黑影機閃過 一閃過她來 不能嚇死 那外面什麼東西啊 然後就看她第二天 會不會去帶什麼東西 或到廟裡面 會不會有這種行動 就去那種到廟裡面去 拜拜 避邪啊 避邪啊 什麼都沒有 她什麼東西都不帶 哪里都不去 正常上下班 一點都不受影響 後來把她抓起來後 關了雙人房 她同房的那個 警察 警察就長期跟她關在一起 博取她信任 就希望能夠知道是她 好出去什麼 她從第一天被抓 她只有三句話 我不認識她 我沒殺她 我是冤枉 從那裡就是三句話 我沒殺 所有讓她簽東西的時候 她不是簽歐陽炳橋 她說 我沒殺人 這是法律規定 我必須簽 我就簽歐陽炳橋 所有文件上 都先注明這個 再簽字 以免出聲 冷靜的要命 好 現在 問題來 警方用了這麼多手段 都只有指 間接證據 沒有直接證據 好了 現在開庭了 律師先提出幾個問題來 怎麼解答 第一個 紙箱上有兩個血手 這是警方最大的證據 指紋很清楚 這兩個血手印 不是歐陽炳橋 對 這兩個血手印 不是歐陽炳橋 這第一點 第二點 警方大規模搜索了血包店 沒有找到醫美 沒有找到醫美 這個女生的指紋 沒有找到醫美 這個女人的指紋 而且也沒有找到 一點 這女的身上任何東西 不是她長髮 你去勒閉她 她是被勒閉的 勒閉她 她頭髮可能會掉地上 會掉 所有收集的毛髮 衣服 沒有找到 第三個 這女人是夜校生 她出門去上學的 她的書包 她帶了一些東西 通通沒找到 在店裡面也沒有 第四個 店裡面沒有血跡 不要忘記她割了乳房 第五個她指甲裡面 沒有任何血跡反應 割乳房 是很麻煩的事情 對不對 好 第六個 你的兩個最重要證據 對不對 這個歐陽炳橋說 我那天 是有穿西裝出去 參加個宴會 很可能我在宴會裡面 跟兇手 擁抱了一下 她身上沾了我的毛穴 她的胸部 勒那個女人的時候 我的毛穴又在她身上去 為什麼她說 因為我 為了上班 到雪糕店上班 我沒有穿西裝去 我不敢穿西裝去 雪糕店上班嘛 我宴會完之後 我回家 換了衣服 所以我的西裝 我太可以做成 是在家裡的 我再換了工作服 到雪糕店去上班的 你可以去問所有的店 客人 其他店員 或那天來的人 都沒有看到我穿西裝 上班啊 第一個 我把你的主要證據給破掉 第二個證據 她頭髮上 有我店裡面的東西 對不對 她頭髮上 有我店裡面的東西 只代表 她來過店 她來過店 買雪糕 她跟 我有沒有殺她 是兩回事 兩回事情 而且她很喜歡吃雪糕 對啊 她很喜歡吃雪糕 對啊 法官判了死刑 就一直上訴 最後落到 英國倫敦的蘇必彥群 怎麼 這怎麼辦啊 這案子搞成這樣子 最後有總 港都 親自下令 不要死刑啊 這死刑太麻煩了 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 那她太太呢 就 不是生個女兒嗎 對 跑到美國去 不跟她來往 斷流 不知道她女兒受到影響 是 然後 劉敦祥只有三 還是只有三軍王 我冤枉的 人不是我殺的 我不是兇手 是 結果呢 她26歲喔 26歲被抓起來 她坐牢做多久 坐了28年 冤雨 28年 54歲放出來 但因為她這個故事 被拍成電影 被拍成電視 被拍成連續劇 又出書 所以香港人 都很清楚的知道 她的這個故事 因此 她出獄 香港人就問她 香港人就問她 是不是你殺的 她說我已經家破了 不重要 不是 她還講 我不認識她 我沒殺她 我是冤枉的 這個案子裡面 米米米 米中米 我認為是香港 最大的不起案 是米啊 米米米米 各位觀眾 你覺得 歐陽炳強 是不是兇手了 我從一開始問你這個問題 現在我講完了 你認為歐陽炳強 是不是兇手了 好的 空姐 我們知道空姐就是 亮麗 美麗 接下來是空姐 她被榮濕了 都是男人害的 對 那這個榮濕奇案 一開始是怎麼開始 是18 1898年 1989年 1898年 1898年好恐怖喔 1989年的時候 這個黃姓空姐呢 接到一通電話以後呢 離開了住所 從此就沒有回來過了 就失蹤了 那大家聘請不找的情況之下呢 直到另外一個案件發生的時候呢 才找到人 當然找到人的時候 他已經在這個鐵箱子裡面了 是怎麼樣呢 是在這個沙田村 一直有這個居民說 欸 怪的 我們這邊雖然有 送一些有的美的 有時候會施肥沒有錯 但是那個施肥的臭 跟我們聞到那個臭味是不一樣的 嗯 也絕對不是老鼠死掉的臭味 那個臭味呢 空氣當中呢 除了有那個 腐蝕的那種化學的那個味道 還摻雜的肉類啊 肉類腐敗的味道 是 那沒辦法 只好報警啊 那警方一來呢 就查到了一個 那個西班牙式的建築 有三層樓 那報警的是誰 就是那個住在一樓的人 是 那警方呢 上了二樓以後呢 門一打開 就發現很怪 裡面住了一男一女 男的是誰呢 男的就是 David先生 黃大衛 黃大衛 跟他的從居女友呢 于慕林 兩個住在一起 那警方因為 在這棟樓的附近 一直聞到臭味 可是二樓並沒有找到屍體 可是臭味依然存在 那警方因為現在二樓 找到了毒品 所以就有理由了嘛 就有理由說 那你們兩個是吸毒 就先把他們兩個靠住了 那接著呢 就要找屍體嘛 二樓 二樓找不找 那只要找三樓了嘛 一上了三樓以後呢 打開這個浴室啊 因為正常人 浴室不太會關起來 又不是那個 浴室一打開以後呢 就發現一個鐵箱 那鐵箱一打開裡面 赫然發現 一個蜷縮的 女生的 還不是屍體喔 女生是她屍骨 為什麼呢 因為被溶掉了 然後她就追查 原來這個女的是誰 這個女的就是 剛剛我前面講的 那個黃姓的空姐 原來呢 他們有一段三角戀 兩個女生呢 同時在愛上這個男的 這一天呢 這個黃姓空姐呢 被打電話來呢 就是叫到這個地方呢 去談判 是她的另外這個女朋友 一木林 找她來談判 那鄰居只聽到這個 激烈的爭吵 很明顯的 感覺出來這個黃大衛呢 好像在爭吵當中 明顯的偏袒 某一個女生 那總之爭吵十分鐘以後呢 就沒聲音了 就沒有聲音了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鐵箱 然後融屍 這個案情喔 照理來講應該清楚的不得了 是 你如果那個 她那個同居女友 有辦法把黃姓空姐殺死 然後還塞在鐵箱裡面 還融屍 女生怎麼幹得出這種 滔天罪行 一定是她幹的嘛 所以呢 一定是她是罪魁禍首 毫無爭議才對啊 結果這個事情呢 上了法院以後呢 大逆轉 大逆轉 這什麼逆轉 先是怎麼樣呢 她的這個 這個同居女友啊 在法庭上 全部都說是她自己幹的 跟她胡彎 意圖幫這個男生脫罪 哇這個 那這個這種自情自信 哇這種應該 男生應該很感連她才對 對不對 請妹喔 因為呢 那個香港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法院呢 社工的制度 這一個社工呢 叫做沙莉小姐 沙莉小姐呢 要負責輔導她 嗯 欸 輔導者 輔導者 日久生情 嗯 沙莉愛上她了 這麼有魅力 對 誇張欸 沙莉不僅愛上她喔 後來她們還在監獄結婚 蛤 唉 那叫那個女的請喝一看 真愛 那個全部都把罪攔在自己身上 他這個黃大衛最後被判什麼罪呢 因為 殺人罪不成立嘛 因為你的同居女友都說是她幹的啦 判了一個 香港一個罪 台灣不曉得有沒有很奇怪 叫做 妨礙死者合法下葬 喔 妨礙死者合法下葬 對 就是 你那個 你明明知道 有一卡鐵箱在你們家樓上 但你不去把她葬 你為什麼不去把她埋葬 你妨礙她合法下葬 那這個罪很輕嘛 就判個一兩年這樣子嘛 那這個故事呢 後來被一個導演叫做扎傳儀 就拍成了電影 在電影拍攝期間呢 這位黃大衛先生多厲害啊 他打電話給導演喔 說 我跟你講啦 我看報紙說你們拍那個劇情喔 那不對啦 我這邊有更多內幕喔 要其中給你 啊 好怪喔 那導演大衛說好啊好啊 想紅 對真的 但是他不是那麼好現在提供給他 他要賣內幕給他 錢 對 要錢 這個導演過我的電話想想說 你賣內幕給我啊 問題就是我拍電影啊 我不是拍紀錄片 你要提供內幕給我我得要花錢 那我自己編的都是比你 想更好 也對 後來呢 這個那個 榮之奇案的電影就這樣誕生了 其實這個導演真正要表達 是一個什麼精神你知道嗎 這個兇殺幹嘛 在電影裡面呢 倒是沒有琢磨太多啦 他真的要傳達是說 為什麼這個 明明就擺明了 就是你的 你一定是你幹的事情嗎 那法庭上面 只是因為你的同居女友 翻供 然後變成你沒事 你變成只是沒有給人家合法下葬 你女朋友犯了殺人罪 然後你又幹嘛有的沒堆 因為香港是陪審團制度 剛剛馬老師也有提到 這陪審團制度出了大問題 他電影到那表現 陪審團成員見風轉舵啊 有時候說他有睡 然後聽這被律師講 他有睡 他有睡 甚至還有陪審團成員在那邊 打阿欠啊 那個 所以他一直說 僅靠這種陪審團的制度 然後去定於不罪 太薄弱 太薄弱 那個其實問題還是蠻多的 是 好 墨西哥的毒販我們知道 這個世界有名 是殘忍 沒事就會把人掛在天橋上 甚至於把那個肚子剖開 是 很多記者啊什麼都被殺害了 那他們要怎麼樣的滅屍呢 蛤 那他們要怎麼樣的滅屍呢 蛤 炸成汁 叫做炸汁 好像我們猜他是要把人肉炸成汁 不是這個意思 他其實炸汁意思是 當一攤的肉變成了最後融化成血水 像粉紅色的臭臭的爛爛的液體 居然很像墨西哥的一道名菜 那一道菜叫做炸汁 所以才叫做炸汁是把人融化的 今天看完節目很多不能吃喔 那有一位炸汁達師 其實他在十年融化了三百句的屍體 唉唷 其貌不揚的中年阿桑 這位他叫做梅薩 很像一個普通的農夫啊 普通人 但是他非常的厲害 什麼個厲害法呢 包括了他其實自認為很有歧視精神 蛤 他有巧克力只容你口不容你手對不對 他是只容男人不容女人 所以他的屍體當中大體當中不容女人這件事情 所以他也有他的科學精神 要如何收的錢快 又能夠達到客戶交辦的事情 他先拿豬腿去試驗 確實讓各種的容易火或什麼部分 能把屍體融到這樣警方查不到 才能把滿意的結果交給客戶 其實這樣子一個炸汁的過程 應該雲林哥也說過了 包括了化水溶液的味道 濕臭的味道 感覺上你應該很容易被發現 但顯然墨西哥獨銷的勢力 以及人民的冷漠 他們說他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人 他們沒有看過炸汁大師 即是鄰居都沒有看過 但看到很多的桶很多的味道等等 他們對於桶子裡面 對於這個房間裡面發生事情 他們完全漠不關心 即使桶子上面也明白貼著 我們要炸汁 他們完全無管 甚至也不懂什麼叫做炸汁 警方查到的永遠座 只剩下一點點的骨頭 指甲等等的部分 那他生意最好的一次 是在2007年的11月 那個時候確實警方也掌握到 很多的失蹤人口 很多的綁架案 都找不到頭緒 他在那個月融化了32具的屍體 幾乎一天就這麼一具 問他說 你都不會感到羞愧嗎 駕之大師的經典名言就是 嗯 我沒有感覺 這個當然 那個墨西哥獨孝的勢力真的太大了 可能有些人知道也不敢講 會怕啦 你開頭會怕我在想 所以說這個 今天講了很多的這個恐怖的一些事件 但是呢 都有一個共同點 遲早會被人家發現 所以說這個 諸惡莫主 老天有也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賭上性命 求名牌 他說只要讓我 撞 我不要命也沒關係 他一直說你不用斷了啦 你再看他 大迴轉的時候 就一台車瀾腰撞過來 所以他 他